就是下班回家 荣耀70 Pro Plus的这个手机已经到家了 赶紧拍一个小开箱 要不然赶不上晚上8点40 这个保密协议解禁了 这个手机简单用了又还是挺有意思的 首先它这个是天机9000的处理器 没有任何的玩游戏的问题 这也属于是天机系列里面的 很扛把子的处理器了 再有一个外观我觉得非常好看 首先它这个纱金色的背板 完全不留任何一点点指纹 这完全可以裸跑的一个手机的后壳 并且摸这个手感稍微有点磨砂 并且这个线条带有这种变换的感觉 这个后壳从手感到不停留指纹 都是非常棒的 外加上这个镜头模组我非常喜欢 之前很多的镜头模组 要么就做的比较卡哇伊适合女孩 要么就是比较直男系的 我也经常说我喜欢这种凸起的小台 上面是一个模组 但是我觉得这个70 Pro Plus的手机 它的镜头模组就属于是美感 跟这种比较直男喜欢的科技感 结合的非常好 咱们再看几张图 在图里面显得更好看 所以这个模组我是非常喜欢 那既然说这个模组 就简单说一下它的摄像的系统 首先它的全系的影像 都用的是5400万像素的IMX800 这个新的大底的传感器 全系5000万像素的超广VG 同时这个Pro Plus的版本 还有三倍光学的800万的长焦 这个非常好 现在很多厂商都已经不太重视长焦了 在长焦端就给你弄个两倍 或者是用主摄来进行放大 都没有光学的长焦了 但是其实长焦应用的还是非常广泛 我很喜欢长焦拍车 就整个跟腰线齐屏三倍光学拉过去 那个正好透视关系 车身的姿态是最美的 特别好 同时这个手机 它在整个的影像系统里面 升级出来一个新的Vlog的玩法 你看现在在摄像的模式底下 在摄像模式底下 这边多了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就叫做主角的模式 在主角的模式底下 我给你看几个直接的截图 然后挺有意思的 你看这个截图 这是我简单 刚才去录闺女用Vlog的 它的主角模式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在你主摄开启的状态下 这块给你所拍摄的主角 直接有一个白的块 然后你一选中之后就变成蓝块了 就像中间这个蓝块一样 它当然了 如果你有多人的话 它就会有多个白块让你去选择 你在拍的过程中 也可以去切换 我跟踪哪个主角 现在只有一个 就是跟踪我家的闺女 然后这是我截图 然后这边我可以选择 我的主角单独再录一段什么 是竖版的还是横版的 所以我现在录一份 直接就会有两个画面 一个是现在更宏观的 类似于广角出的画面 再有一个就是这边的 竖版的单独的主角一段画面 虽然这没有什么太新的技术 但是拍一次成两个画面 尤其是对于我觉得拍孩子 是非常重要的 你出一份大的 再出一份凸显你家小宝贝的 在这跑来跑去的画面 我觉得对于日常的 我们留存孩子的记忆 还真的是非常好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它最终出来的样片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你看这个感觉 然后我现在这是手举着 直接是确认在这个主角身上 然后咱再看一下 这就是主角模式出的画面 它自己就会出两个文件 非常好 这样就省了大事了 所以这个Vlog的主角模式 我特别喜欢 你看非常非常好 画质也说得过去 挺不错的 有点意思 然后我再给你看几个 它这边的新的IMX800的承感器 它比如说这是一个逆光 这个逆光是完全顶着一个 夕阳落至大太阳天的一个逆光 这个是中间的太阳 非常非常的亮 但是你看到整个的我家这个黄阳 它的这个细节 还是有很多的停留的 所以这不容易 绝大部分的手机到这 如果它的逆光算法处理的不好 这块就变成黑的了 然后这是它的标准的一倍焦段 就是IMX800出的画面 这个蓝天的感觉 包括我现在描的是远处的这个信号卡 因为这样的树叶 其实如果这个镜头锐度不够的话 这些树叶就会是一锅糊涂粥的感觉 现在这个锐度还不错 有树叶的细节停留还是挺好 OK颜色也不错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三倍的光学 其实我觉得这个三倍光学的素质也是非常好的 咱们看一下这个细节 你看这感觉真是挺不错的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它这个十倍的混合长焦拉过去的 也依然非常好 这是我用过的相对来说画质比较好的十倍的混合长焦的感觉 我给你这么着去看 然后咱们再相对看一下这个三倍的光学 在比较暗的环境下直接拉过去的画面 这个感觉 在比较暗的环境下这边的成像也是挺好 三倍光学真的是我用的最多的一个焦段 同时它升级了100瓦的快充的系统 之前都是66瓦 那100瓦速度就会更快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简单的重量 咱们给它放上去看一下 193.1克 193.1克 这个挪过去大家应该能看到 属于是重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克制的 所以我觉得荣耀70 Pro Plus这个手机 就在整个的荣耀系列里面 属于是中高端的旗舰的机器 当然了在荣耀系列里面 它更高端的还一个是Magic系列 之前就是这个白色我也很喜欢 然后我家闺女 我让她在我的手机堆里选一个手机 给她的开了一个电话卡 然后她就直接选这个手机 我说你倒实货呀闺女 然后我今天再把这个手机架上 不知道她会不会再选这个手机 我估计她会选这个 因为这个镜头模组相对来说小一点 可能对于姑娘来说的话 打动力是不是会更好一点 这个我觉得还是偏男孩喜欢 这种大个的镜头模组 那种冲击感 有点意思 OK 这就是荣耀70 Pro Plus 这个机器的简单的小感受 这个机器的那种 我说这个机器的分量